嗨,大家好,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旁的这几根柱子,他们都是用这个花钢岩做成的非常的坚硬 试想一下,如果用手来敲击这个花钢岩,应该是手断掉,对不对 那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功夫,就是像我们在武侠片里面看到的这种铁臂弓可以把这些坚硬的花钢岩给击倒 可是那只是在武侠片中我们介绍的事情 那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人的手臂可以像铁一样的坚硬来摧毁这些非常坚硬的柱子呢 蔡长庆开始击住了 她先用左手试几下 开始 一 三 哈哈,柱子已经断了 再来一下 柱子完全断了 这个没固定 没固定 但是这还是断了 还是断了,没关系 这也断了 第二根施柱 蔡长庆用右手 太可思议了 第三根 蔡长庆以右手三下就把它击断了 又加上一下 柱子完全逼了下来 第四根 左手 两下就断了 我想看一下你的手 天啊,这么硬 这样捏你疼吗 感觉 有感觉 仔细有感觉 刚刚切柱子的时候会不会疼 会不会疼 会不会疼 震动 这是震动 第五根 蔡长庆用右手 杭长庆用右手 干净利落 一下就断 第六根 蔡长庆还是用右手 在它的铁币之下 八公分的花生年时 如同一根根脆弱的朽木 第七根 蔡长庆用左手 是最后的一击 让人赏心悦目 蔡长庆的铁币弓 令人叹为观止 您的手 有一点微微的颤 微微的颤抖 可能是因为用力 用力过猛 你看这个柱子有这样的 领角 有领角的 然后有特别锋利的一面 我发现你只是敲这个锋利的一面 是,敲锋利的这一面 但是锋利的话 锋利的话 给我感觉会更疼一点呢 是啊 公屋就在这个角度上 就在这个角度上 打这个平面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意思了 不叫绝了 是吧 没有绝了 那我想问一下 您练这个功夫 练了多少年了 练了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 那就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练的 十二岁 十二岁的时候练的 那第一次是为什么会去学这样的功夫吗 这种功夫我们五祖臣内 祖祖辈辈 老师父都有练过这种 铁沙掌 铁壁光这种 观众朋友来可以看一下 这双铁匕首 坚硬无比 可能你从视觉上 无法体会到我这种触摸的感觉 真的像摸到一块石头一样的坚硬 这种皮好像皮革一样 皮革 对 是 是皮革 因为这种皮没有韧 那就会裂开 而且看得出来 这凸起来了一大一大块是吧 这应该是肌肉 肌肉 有没有碱 碱在这里 碱在这里 这都是日积月累变下来的伤疤是吧 这些都是碱 碱 你看 哇 非常的硬 像皮革 那这样的话 这么用力的撞击会不会伤害到骨头啊 不会 这种不会切钙的 练这种不会切钙的 那么铁皮革是怎么练出来的呢